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户指在平盘线附近维持窄幅震荡的走势 两桶油 强势走高 钢铁 建材 煤炭 银行等权重板块轮番拉升 带动户指上攻翻红 但是受制于成交量的约束 指数有所回落 午后市场重拾声势 越过早盘高点之后继续缓慢 震荡上行 而临近尾盘 户指再次回落 但守住了红盘 而创业版乐视网的逐步下跌 拖累了本就弱势的创业版指数继续下跌 早盘低开之后便跌幅扩大 全天单边下跌 尾盘再次跳水探底 截止收盘 护总指微涨0.18% 深圳指跌0.35% 两市全天成交3061亿再次明显缩量 中小版和创业版分别下跌0.34%和1.38% 在盘面上钢铁 银行 煤炭板块涨幅去前 没有明显的弱势板块 两市超过50只个股涨停 赛利斯 中国一众 以及贝斯特三只个股跌停 在股指期货方面 护身300 上证50 中证500的7只主力合约 涨幅都不足0.3% 在融资方面 截止到昨天 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8861.4亿 环比继续流出超过26亿 分析认为创业版为代表的成长股 整体估值偏高 还有一定的回落空间 但是已经有部分个股回落到了合理的估值 成长股将会逐步吸引资金 而交引国际的首席策略师洪浩也表示 创业版的长期上升的趋势已经被打破 他认为历史上信用利差 与中港两地大小盘股的相对表现密切相关 直觉上随着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信用利差也同时扩大 低质量公司的融资成本在上涨 其股票的回报也应该受到影响 从目前来看 信用利差和国债收益率 在未来的几个月还将继续上升 因此创业版的任何技术性的修复 很可能只是一个在已经逆转了的 长期趋势中的技术反弹 来 联系上海政权研究所的首期市场分析师 蔡君 小赛晚上好 今天市场格局有所分化 怎么理解 今天整个市场 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分化 那么两桶油整体保持一个比较强势 强周期的DPB的钢铁建材银行以及煤炭 出现了这个轮番的这样一个护盘 创业版应该说叫图办来讲的话 体现非常明显的弱势 从宏观背景来讲的话 整体金融去杠杆的态势 没有明显的变化 在上周末的定时定向降准之后的话 今天操作的MLF的话 将利率调升了10个BP 虽然相对流动性来讲的话 是处于一个平衡格局 但是从节后来讲的话 我们说资金的压力会非常大 未来的话 我们认为重心依然可能下跌 谢谢小赛 虽然创业版节节败退 但机构投资者 似乎秀出了其中的机会 开始布局跨年行情 万德资新的数据显示 2017年以来 共有302家公司 接受了媒体和机构的调研 其中93家公司机构调研的数量 超过了10家 并且多家上市公司 调研机构的数目超过了50家 从这些公司板块分布来看 中小创公司占比超过了70% 而在机构调研数前20名的公司里 只有两家是主办公司 其余全部是中小创 位居调研榜榜首的是 上市公司一新堂 2017年1月以来 一新堂接受了90家机构的调研 它与广耀的合作 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排名第二的天元狄科 也受到了70多家机构的调研 其收购维恩贝特 成为机构投资者关心的话题 而与此同时 今年以来 机构对640只股票 给予了买入评级 从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和医药生物最多 其次是化工与计算机 银河证券认为 创业版风险继续释放 四星股估值 目前仍然处于比较高的位置 市场继续调整 有利于四星股继续降低估值风险 部分业绩稳定增长的优质成长股 将逐步步入价值区间 而虽然近期市场调整 但是不改机构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 根据万德资讯的统计显示 2017年以来 机构推荐的个股中 有26只的个股 预计上涨空间超过70% 其中一连中 股价上涨的空间达到123% 国金证券在其研报中说 长期看好公司 大健康平台带来的产业链重构 增量市场巨大 其次 长城影视的股价上涨空间 也超过了100% 海通证券看好其内容 加广告的双轮驱动模式 以及全内容 全产业链的影视布局和协同效应 随着市场的逐步完善 和监管水平的上升 上市当门票 入场再融资 这一A股持续多年的 独特的融资路径 目前也在悄然的改变 日前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小军 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证监会将严格再融资审核 标准和条件 采取措施 限制上市公司频繁融资 或单次融资金额过大 抑制上市公司过度融资行为 事实上 监管之手在此之前 已经逐渐加大了力度 据上证报记者书里 自2016年次季度以来 再融资 尤其是定增审核速度 已明显放缓 定增项目 从审核过会到拿到批文 平均耗时已从2016年前三季度的 约81天 增至第四季度的约130天 投行人士表示 以往定增过会后 只需一个月左右就能拿到批文 而现在动辄要等上三四个月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作为2016年知名案例之一的 上汽集团150亿元定增方案就是如此 1月21日 上汽集团发布多份公告 宣布高达150亿元的定增方案最终收官 尽管投资者认购踊跃 但回溯其足足一年多的再融资时间跨度 依然令市场记忆犹新 此外 上周的发布会上 张小军还重点提及大规模融资一事 事实上 多个超大规模定增方案已经遇到考验 例如海航投资 拟定增募资52.24亿元 收购华安保险部分股权 及新生医疗100%股权的方案 已于去年5月20日通过发审委的审核 然而 截至目前 公司仍未披露是否收到证监会的批文 此时距离审核通过已经过去了247天 投行人士表示 定增一家独大的局面肯定会改变 监管曾后续或将出台更多政策细则 好 我们再来看两条重要的市场方面的消息 保险会最新明确保险公司 涉及上市公司收购的实行事前核准 明确禁止保险机构与非保险机构 一致行动人共同收购上市公司 保险机构与非保险一致行动人 共同开展重大股票投资 新增投资部分应该使用自由资金 还要求保险机构在获得重大股票投资 备案意见或者上市公司收购核准文件之前 不得继续增值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证券时报》的消息 MSCI名胜执行长昨天表示 如果中国进一步实施资本管控 则将可能停止中国股市 完全纳入MSCI指标指数的进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验行线 稍后你将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美国正式退出PPP 并再次警告将实施高额边境税 由中国领先的亚投行 今年将迎来25位新成员 彰显中国推动全球化议程的决心 针对网约车加价乱象 上海市交通委等主管部门 今天约谈网约车平台 滴滴出行被要求取消加价功能 从事预约调度服务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第四项 不得向驾驶员提供具有议价 加价功能的预约调度服务方式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美国时间20号 白宫正式迎来了新主任特朗普 送走的不止奥巴马 还有他曾经历推的一系列政策 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TPP 新华社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签署了行政命令 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 特朗普称退出TPP 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是件大好事 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当天还表示 特朗普政府未来将与美国盟友 和其他国家发掘双边的贸易机会 大家知道这种意义吗 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些问题 谢谢 好的 除了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当天特朗普还对多名美国企业高管说 如果美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些企业将面临高额边境税 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多次抨击TPP 将摧毁美国制造业 承诺当选后不再签署大型区域贸易协定 而是注重一对一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他日前还表示 美国将很快与加拿大和墨西哥 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 中心网援引分析称 特朗普23日宣布美国退出TPP的背后有两点考虑 一是为了兑现此前的竞选承诺 二是为了秀肌肉 显示白宫的执政魄力 不过虽然美国离开了TPP 但其他国家看起来并没有死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希望继续寻求特朗普对于TPP的理解 澳大利亚也表态称 将继续寻求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 推进TPP 并鼓励中国和印尼加入TPP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今天没有直接评论中国对于加入TPP的兴趣 她表示 在亚太地区面临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候 中国会通过开放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方一直主张建设开放透明 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我们愿意与各方一道 在充分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 和多样性的基础上 秉承开放包容透明的精神 继续致力于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努力为亚太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而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 及亚太地区副主席李金表示 美国退出TPP的决定酝酿已久 市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美国宣布退出之后 相信TPP也难以为继 摩根大通认为 中国是全球的最大的贸易国 相信在未来的几个月 中国会和欧洲 亚洲等多个国家 就双边或多边贸易签订 新的贸易协定 以推进区内贸易的发展 摩根大通指出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美国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或者大幅度提高对中国货物的关税 这会增加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的负担 对中国企业来讲 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我们觉得中美关系呢 现在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 如果美国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 或者是美国把中国到美国出口的 这个商品加非常高的关税 我觉得首先会增加美国公司的负担 第二当然对中国公司也会有很大的伤害 如果是中国跟美国打了贸易仗 不光是对中美不利 而且对整个全球的贸易都是非常有巨大的风险 而就在英美等发达国家陆续脱离组织 准备单干的时候 亚洲却呈现出抱团的叙事 根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份报告称 在过去的20年中 亚洲在促进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方面 走在了最前沿 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 从2000年的三个增加到2012年的71个 62个生效 澳大利亚外长朱利·毕小普称 如果TPP不能取得进展 其空白或许将被涵盖 东盟十国 中国 澳大利亚等十六国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CEP来填补 与英美朵城小楼城一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正在努力地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在去年12月 中国官员和一些国家就RCEP进行了谈判 并表明争取在2017年年底之前完成谈判 不仅如此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则将区域经济一体化 推广到了欧亚大陆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以来 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积极响应支持 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 关于TPP的事情来连线德国商业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周浩 周先生和NAFTA RCEP等区域协议相比的TPP对于成员国提出的条件更加的严苛 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必要加入TPP 那与其他的一些区域协议相比的话呢 我觉得中国是否需要加入TPP 其实目前来看意义已经不大了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还是希望TPP能够存活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美国的一个加入TPP 更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贸易合作 而不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经济合作框架 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中国必须要增强自己的制造业的竞争力 这可能是达成更多的双边甚至多边协议的一个关键点 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国强调自身的一个制造业的发展 包括英国也强调制造业的回归 对于中国来说 未来制造业往哪里去 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周浩 而就在美国退出TPP之际 由中国领先的亚投行 今年将迎来25个新成员 这也预示着亚投行将在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上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乌斯论坛上表示 虽然当今世界困难重重 但不能将全球化视为问题元凶 更不能重回贸易保护主义 在此背景下 亚投行扩大成员范围 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全球议程的决心 据悉 在今年预计加入亚投行的25个国家中 将包括爱尔兰 加拿大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 这些国家可能会在今年6月 亚投行年会时加入 亚投行行长金力群本周一表示 成员国的增加将有利于扩大这个规模 为1000亿美元的多边组织的贷款 金力群还表示 现在中国富强了 是做出贡献的时候了 中国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领袖 亚投行于去年创建 共有57个创始成员国 但遭到美国的反对 而实际上 亚投行一直向美国敞开大门 亚投行副行长 丹尼亚历山大爵士表示 目前已经收到很多 最初没有加入的国家申请 因此今年成员国数量将大大增加 好 来看今天一条市场重要的要问 央行今天公告称 今天开展了2455亿元的MLF操作 利率比上期上调了十个几点 达到了3.1% 市场分析称 央行此举是为了避免释放宽松信号 而受此影响 国债期货尾盘跳水大跌 10年主力T1706收盘 收跌0.82% 创下了2016年12月19号以来的最大跌幅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业局限 稍后你将看到 针对网约车加价乱象 上海市交通委等主管部门今天 约谈网约车平台 滴滴住行被要求取消加价功能 从事预约调度服务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第四项 不得向驾驶人提供具有溢价 加价功能的预约调度服务方式 英国最高法院脱欧程序案 做出终审裁决 英国议会最终力压政府 获得启动脱欧的主导权 欢迎回来 其他方面针对2016年度 全国财政赤字 比全国人大通过的财政赤字目标 2.18万亿 多出了6000多亿元的说法 今天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说 财政赤字不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与支出简单相减的结果 还要考虑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等多项因素 2016年并未增加地方政府债务 赤字与预算持平 财政部表示 2016年财政收支差额 28289亿元 比全国人大批准的财政赤字目标 21,800亿元 多6,489亿元 主要是地方各级财政部门 按照国务院 关于盘活存量资金的要求 和预算管理制度规定 加大截转 结余资金使用力度的结果 此外 财政数据显示 2016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9,552亿元 比上年增长4.5% 延续了增幅逐年回落的走势 为自1988年以来 我国财政收入最低增速 其中12月财政收入增速 自2009年5月以来 首次转负 专家认为 除了引改增等政策性减收外 经济增速放缓 也带来了税收弹性的大幅下降 在财政收入逐年回落的同时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万7841亿元 同比增长6.4% 财政收支矛盾凸显 中央财经大学预算中心主任 王庸军认为 要解决这一矛盾 不仅需要政府努力压缩开支 建立有效的支出控制机制 还应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此外 对于2017年财政赤字率 一些观点认为 仍有上升空间 对此 汪德华认为 从近几年的财政政策走向来看 官方公布的民意赤字率 不一定会突破3% 因为目前有很多新的办法 可以保证广义财政支出的支撑力度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 磅沃财政存量资金 第二个呢 现在我们推的比较多的 比如是那个PVP 这样的一个政策 它其实也是通过财政资金 拉动一些社会资金的投入 再来关注楼市 随着近两年出让的高价地项目逐渐上市 豪宅市场的标准不断走高 高价项目也明显地增多 数据显示 去年一线城市豪宅市场累计成交2万套 其中北京去年豪宅市场成交近3000套 豪宅化趋势明显加剧 数据显示 2016年一线城市豪宅累计成交 同比增长44% 其中四季度 一线城市豪宅成交均价为 每平米97152元 达到有史以来最高位 同比增幅达27% 以北京为例 豪宅市场共实现成交3025套 成交面积52.58万平方米 相比去年同价位产品成交量 分别大涨211%和102% 那么我们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 第一个是环境支撑 第二个是限购一直没有放开 而且大家会越来越想一步到位 业内认为 未来在房地产市场格局中 低端需求依靠公租房 自住房 以及远郊区限商品住宅 中端需求转向二手 而高端需求可供替代的产品 将日益减少 豪宅虽短期内 因政策原因拟售价格受到限制 但长期来看 新房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 将催生豪宅市场进一步提升 近来一些大城市 平线打车难 打车贵的现象 一些网约车的平台 为了出租车司机提供加价的信息服务 导致了大量的空车 扬朝不停 坐等乘客抬高打车费 对此上海市交通委 肖保委等主管部门 今天约谈了网约车平台 滴滴出行 被要求在两天内取消加价功能 今天下午 上海市交通委运管处和物价部门 共同约谈了滴滴出行方面的管理层 一上来 上海市交通委运管处 就对滴滴出行 提出了三项整改要求 其中明确要求 滴滴必须在两天内 取消对出租车的预约加价功能 因为这已经违反了 上海有关出租车预约调度管理的 有关规定 滴滴方面当即表示 将着手撤销软件中 预约出租车时的 加价模块 但对两天的时间期限 提出了意义 包括上海市交通委运管处 在内的主管部门表示 将督促滴滴方面 尽快完善相关机制 结束了这场约谈 滴滴的相关负责人 立即赶往肖保委 在那里 肖保委负责人已经等候多时 这也是唯一到场的企业代表 肖保委还约谈了 神州和易道两家网约车平台 神州以负责人不在户上为由 缺席会议 而易道的客服号再联系时 已显示空号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上海市肖保委表示 这次约谈三家网约车企业 希望就近期被热议的 网约出租车加价接单问题 让企业给出相应回复 这是网约车公司的加价轿车功能 有很多的不合理性 那么也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 我们也希望这些公司 能够对它加价轿车这套系统 和相关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检讨 那么如果发现有不合理的地方 也要做出改进 道场的滴滴方面代表表示 最近打车难和打车贵 主要是因为供需失衡 加价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供需匹配效率 未来两周内将更新软件 取消加价模块 对此上海市肖保委指出 届时如果滴滴提供的更新 是非强制性更新 那么部分停留在老版本的用户 仍然可以使用加价功能 势必会导致愈发突出的 打车不公平现象 对此滴滴方面表示 会将相关数据提交主管部门 与主管部门共同商议处置办法 从禁止司机再接加价单着手管理 两周后我们可以让用户 可以有选择的下载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会跟交通委一起合作 信息共享 然后看看政府主管部门 对吧 信息共享了以后 数据比对了以后 能不能对对吧 抢这样的单的司机进行惩罚 好 来看一条要文 根据金经济及周边地区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显示 将削减河北 山东 河南和山西四省 所设计的电解铝生产企业产能30% 这四个省涉及企业的运行产能 合计超过1100万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情线 稍后你将看到 英国最高法院脱欧程序案 做出终审裁决 英国议会最终力压政府 获得启动脱欧的主导权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财经夜情线 国际市场方面 美元和原油价格反弹 黄金凑现了下跌 在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TPP之后 投资者密切关注 他下一步的经济政策 另外英国法院今天下午 裁定退欧必须经过议会投票 才能启动 英镑出现了下跌 而在美国财政部长提名人 母亲表示强势美元 可能对经济造成短期的 负面影响之后 美元指数一度跌至了100以下 也达到了6周的低点 不过目前已经扭转跌势 对大多数主要货币开始上涨 与此相对的金价 则在触及去年11月以来的 高点之后开始下跌 而英国退欧的进展方面 英国最高法院北京时间 今天傍晚就脱欧程序案 做出了终审裁决 英国议会最终力压政府 获得启动脱欧的主导权 这也使得英国脱欧的前景 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英国退欧事务部长戴维斯 在一个小时之前表示 将在数日之内向议会提出 启动退欧程序的法案 以获得提准 政府仍然将在3月末之前 启动退欧 这样的时间表 为企业带来了确定性 他本人将与其他的议员合作 以确保退欧法案 在合适的时机得到通过 去年6月 英国公投爆出脱欧的结果后 英国政府与议会当即剑拔弩张 就脱欧主导权争执不休 大半年后的今天 最高法院终于一锤定音 将启动脱欧的按钮 交到了议会手中 去年10月初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宣布 将于2017年3月底之前 启动李斯本条约第50条 正式拉开脱欧谈判序幕 并强硬表示 政府此举可以不经过议会批准 留欧派随即开启 脱欧程序诉讼案予以回击 去年11月3号 英国高等法院裁定 政府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前 必须经过议会批准 不甘心的英国政府 玄机又将这一裁决 上诉至最高法院 程序合法 却可能给英国的脱欧前景 凭天变数 分析称最高法院裁定 政府败诉后 英国政府将会向议会 提交紧急法案 反对党议员则毫无疑问 会提出修订 撤走政府的谈判 影响脱欧进程 而按照欧盟法律 脱欧程序一旦启动 有关各方需要在两年内 完成谈判 如需延长谈判 必须得得到 其他27个欧盟成员国的 一致同意 这显然是特雷沙媒 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虽然细节问题 有待争论 但主要反对党工党 已经于去年年末表示 只要英国政府 在脱欧前公布其具体计划 工党将支持 此前制定的 今年3月前 开启脱欧谈判的时间表 那么脱欧案裁决 公布之后 最新的市场的表现 我们来连线 第一财经驻伦伦敦的记者 薛焦 薛焦 好的硬凡 今天英国最高法院的宣判 成为对市场影响最大的因素 有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这一裁定 不会给英国退欧的结果 带来巨大的反转 但再次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抑制进一步的投资 受此影响 英镑快速走低 对美元一度下跌约0.8% 而英国富士100指数 则在英镑下跌的推动下 出现回升 截止误盘上升约0.25% 值得注意的是 英国老牌电信巨头BT集团 近日股价一度大幅下跌 接近20% 受到该集团去年10月 在意大利爆出会计丑闻 以及集团在英国政府方面的业务 增速放缓的影响 迫使该集团宣布 减少未来两年的收入及利润预测 此外 欧元区今天也迎来了密集的数据发布 其中德国一月份制造业 PMI出值为56.5 上升0.9个百分点 创36个月以来新高 在德法两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下 德欧元区一月制造业 出值为55.1 上升0.2个百分点 创下近69个月以来的新高 制造业的平稳回升 使得欧洲股市也终于摆脱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 近日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 开盘后全线回升 截止五盘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 与泛欧GEO300指数 均上涨约0.25% 德国Dex指数 与法国Cax40指数 也分别上涨超过0.2% 尹凡 好的 谢谢石焦 那么原油方面的最新表现 我们来联系东正期货的 曹阳 曹阳往上好 好的 尹凡 今日亚洲市场开盘 WTI震荡上行 目前交投于53美元上方 伊拉克石油部长日前表示 伊拉克已经减产18万桶每日 月底前还将减产3万桶每日 完全兑现伊拉克对欧派克的减产承诺 油价目前处于上下两栏的境地 下方有欧派克减产作为支撑 上方受限于供给仍然较为充裕 一月份以来 WTI维持载浮震荡的格局 说明目前市场对欧派克 已经减产150万桶的说法 仍存有疑虑 目前阶段的实际减产 可能不及预期 预计减产效果显现要等到二季度 短期油价仍以高位震荡为主 好的 尹凡 好的 谢谢曹阳 我们还是来自英国的消息 上周英国首相特里沙梅 发表了退欧演讲 表示未来将打造一个 属于全球的英国 现在看来 它正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在本周五会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中英两国官员表示 美首相打算相对较快地 访问中国 以加强英国与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安排 特雷沙梅的中国之行 将是英国加强 全球贸易联系努力的第二步 本周晚些时候 它将在华盛顿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特朗普的当选 预计将造成美中贸易关系趋冷 这给了梅一个机会 宣告它对于自由贸易的承诺 由于特朗普当选后 中美贸易关系可能面临考验 英国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扩大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联系 并重新修复近几个月 一度冷却的中英关系 特雷沙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当然将前往中国 正在寻找合适的时机 英国很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达乌斯论坛上 关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力挺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是英国重要的经济伙伴 梅在谈到中英关系时 是用了黄金时代这个词 但自从热衷于清华的前财政大臣 乔治奥斯本离任以来 中国在一系列高调的项目上态度转冷 比如中国第二笔在伦敦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计划 被无限期暂停 护轮通也没有了下文 中国政府希望得到英国更具体的合作 尤其是围绕一家中国公司 与英国的一笔核电交易 中方觉得这笔交易 因为英国的官僚和监管程序陷入了不确定 好 美股离开盘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来联系第一财经驻纽交所的记者 各位 我而盘前有什么消息 我们看见阿里巴巴有不错的财报 好的 应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阿里的财报显示 上季度营收上涨54% 好于此前市场预期 主要是得益于双11销量的亮眼 以及是云计算和媒体风投产业的盈利增长 阿里同时是将2017年全年的业绩展望 营收增长调升至48% 伴随中国电子商务市场逐渐趋于宝和 阿里也是在寻求包括了数据云服务 人工智能和物流项目等等的营收的增长 我们看到核心电子商务收入占去年同期的占比 是从92%下降至了87% 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 盘前阿里的股价是上涨3.6% 而美股大盘的期值在盘前则是在平盘点位 负金震荡 另外其实随着美国经济渐入加进 关于美联储4.5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讨论 似乎再次回到了美联储官员的视野 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确实我们看到近期的多位的地区联储主席 包括了像是旧金山地区联储主席 John Williams亚特兰大地区联储主席Denis Lockhart 费成以及是达拉斯地区的联储主席 都同意说需要将如何缩表和怎样缩表 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讨论摆到桌面上来 那么主要联储的官员也是在考虑到了 特朗普上台之后将可能会寄出的财政刺激政策 一旦他的财政刺激政策令到美国的经济 产生一个过热的现象的话 那么美联储将不得不加快整个的紧缩货币政策的一个步伐 而其中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通过缩表 包括像是圣路易斯联储主席James Bullard 以及是美联储的理事Eric Rosenghor 也都是同意可能考虑在今年稍后时间 甚至是明年才开始进行缩表这样子的一个决策行动 好的谢谢威尔 那么黄金其实最近表现不是特别好 我们来联线公行 具体的表现如何 联线公行贵军事务业务部的交易员马军 好的主持人 其实亚洲交易时段 国际线有黄金开盘报于1217.30每秒 开盘后金甲小不上扬 盘出最高处级1220.12 此后金甲应在1220一线附近受到阻力 转而震荡走过 最低下探至1213.60 亚洲交易时段尾盘 国际金甲横盘整理 最终收报于1215.25每秒 国内市场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信号合约 近日收盘报售于269.85元每克 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33元每克 跌幅0.86% 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 AU1706 收盘报售于272.35元每克 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2元每克 涨幅0.07% 国内期货与信货价格价差 较前一交易日扩大至2.5元每克 今晚美国将公布 1月Richmond联储制造业指数 请投资者在意关注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大家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 正在哈萨克斯坦 走入阿斯塔纳举行的叙利亚和谈 今天进入了第二天 最新一轮的叙利亚停火协定的 三个发起国 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的代表 正在就最后的成果性文件 进行磋商 根据通过最新的消息 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三国 将建立三方机制 监督停火 预计三国将于今天晚些时候 发表联合声明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